妮可怎么也没想到 这些话竟然是自己的丈夫说出来的 更让人难受的是 他竟然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明明他们已经结婚十年了 在别人面前都是一对非常相爱的夫妻 他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两个会走到如今对彼此恶语相向的地步 当年妮可刚和查理认识的时候 查理还是一个戏剧界的愣头青 毫无前途而言 而妮可已经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一位女明星 可为了和查理在一起 妮可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选择去出演查理的戏剧 这也让查理的戏剧一夜爆红 为了让查理能够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他依然选择放弃了 自己在洛杉矶蒸蒸日上的事业 选择跟查理来到了纽约专攻戏剧 他们两个人也顺理成章地走入了婚姻 有了一个儿子叫亨利 经过十年的努力 查理也终于算是有了出头之日 她的话剧获得了在百老汇上演的资格 这让查理非常的兴奋 这是她梦寐以求的目标 终于快要完成了 可妮可却跟她提出了分手 身边所有人都觉得妮可只是闹脾气 毕竟如今的查理眼看要功成名就 而妮可却错过了自己最佳的上升期 但鉴于妮可提出离婚 查理也是找了一个婚姻调解师 对方让两个人分别写出彼此的优点 然后当着彼此的面大声朗读出来 妮可写了整整两页纸 可她并不想这样读出来 所以在婚姻调解师和查理的咄咄逼人下 妮可选择摔门离去 因为和查理离婚的原因 妮可也是回到了洛杉矶 打算继续追梦事业 在工作的时候 一位女同事听说了妮可的遭遇 也是给她介绍了一个离婚律师诺拉 本来她和查理商量过离婚可以 但是不要找律师 妮可有些犹豫 同事则劝她 先去和律师见一面再做决定 就这样妮可还是去找了诺拉 在诺拉的引导下 妮可也是第一次打开自己的心门 刚开始和查理在一起的时候 的确是很幸福的 后面他们去了纽约之后 查理也是用妮可的名气 让自己的戏剧有了一些小名气 可慢慢地随着剧团的走红 大家开始更多地去关注查理 妮可对于查理的成功 也是由衷地开心 于是剧团自经苦难的时候 妮可用了自己全部的积蓄 去帮助查理维持剧团 可渐渐地她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大家开始越来越不尊重她了 在之前表演的时候 查理会听取她的建议 可现在的查理却丝毫不在意 甚至连听都不想听妮可的想法 在他们生孩子的时候 查理信誓旦旦保证 这是两个人的事情 可在亨利生下来之后 好像就变成了妮可一个人的事情 查理也仅仅只是开心了一段时间 在结婚的时候 查理曾答应过她 一旦有了能在洛杉矶工作的机会 一定会和她一起回到洛杉矶 可当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 查理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甚至家里所有的一切 都要按照查理的品位不止 在这个家里 妮可变得越来越渺小 没有人会听她怎么想的 没有人在意她 今天过得怎么样 好不容易有了这次 在洛杉矶工作的机会 也成了妮可逃出 沼泽唯一的稻草 于是 她选择了带着亨利 搬回了洛杉矶一段时间 对于妮可的选择 查理也是毫无顾忌地嘲笑她 觉得她已经不是当年的 那个冉冉升起的女明星了 可当后面剧团 再次出现资金紧张的时候 查理又一次理所当然地 让妮可拿出家里的钱去支撑 她从来没有询问过妮可的想法 仅仅只是把妮可 当成是她的附属品 甚至到现在结婚十年了 查理都不知道妮可的电话号码 而且她跟她剧组的女演员 有不正当关系 就这样 诺拉接下了这个离婚案件 在妮可回家之后 她告诉了妈妈和妹妹这件事 他们并不支持妮可的行为 觉得妮可有些无理取闹了 最终鉴于妮可的坚持 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查理很快就如约来到了洛杉矶 她一进屋 就自顾自地跟妮可分享自己的成就 她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 妮可也是发自内心地为她开心 可很快查理看到了律师函 查理有些不能理解 当初他们明明商量好不去找律师的 她不明白妮可为什么会这样 眼看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 两个人还不如摊开了说 妮可也是告诉查理 她也要找个律师应对这件事情 虽然妮可说得很是郑重 但查理还是没有放在心上 晚上的时候 他们和往常一下 陪着孩子一起睡觉 查理为孩子读着故事 而妮可则在一旁默默地流泪 很快到了睡觉的时间 她只想和妈妈一起睡 在哄睡好亨利之后 查理还没有离开 她看着面前的照片 有些五味杂陈 在妮可出来之后下楼梯时 差点跌落了下去 原来为了平复心情 妮可喝了一点酒 她坦诚地告诉了查理 这时的她怎么也没想到 这时的坦诚 却成了日后查理指向她的利润 为了应诉 查理还是去找了一个律师 可当听到律师的价钱时 查理有些打退堂股 虽然她获奖了 但奖金还没有发出来 她还没有钱去支付这些 但因为她交了今天的咨询费 律师也是给了她答案 律师告诉她 刑事律师看的是 坏人最善良的一面 但离婚律师 看的确实好人最坏的一面 妮可在洛杉矶起诉离婚 也注定了查理拿不到抚养权 因为他们是在洛杉矶结婚 孩子目前也在洛杉矶上学 而且 妮可在洛杉矶 还有更好的住所 查理却表示 他们之前的十年 一直在纽约生活 目前是因为妮可的工作 才导致亨利 暂时转到洛杉矶上学 但律师却一阵间歇的 让她赶紧认清现实 打官司 已经成了既定事实 现在查理能做的就是 尽快做好争夺抚养权的准备 诺拉一定会尽力 把查理描述成一个不敬责的父亲 他们现在要赶紧找到 妮可不称职的地方 好让妮可知难而退 这时的查理却依然认为 她和妮可应该互相信任 而且 妮可那么爱她 肯定不会这么对她 于是她果断地离开了这里 回到了纽约 她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回事 选择了无视妮可的律师函 每天在剧场忙碌 之前和她有过一段缘分的女生 再次找到了查理 在查理拒绝了女人之后 诺拉的电话也打了过来 她告诉查理 如果她还不找律师应诉的话 他们那边就可以申请缺席审判 到时候 她他们可以索要他们想要的一切 在接电话的时候 当诺拉提起关于妮可的事情时 查理还是毫不在意 自顾自地跟剧团的人说话 直到诺拉说出 他们会拿到孩子抚养权的时候 查理才认真地跟对方说话 得知自己会拿不到抚养权 还会损失大半财产的时候 查理才算是有些上心地 飞去了洛杉矶 她想要跟妮可谈谈 但妮可根本不想跟她多说 在查理想要带亨利走的时候 亨利并不想搭理她 只是自顾自地拽着诺拉的胳膊 亨利也不管 只是强硬地 拉着亨利的胳膊 走的时候妮可发现 查理并没有为亨利安装好儿童座椅 妮可也是细以为常地 把座椅调整好 没办法的亨利 只好跟着父亲上车了 在车上的时候 查理想要亨利穿她准备的科学怪人 可亨利想要穿人者装 在亨利拒绝的时候 查理根本无所谓 只是强硬地让查理听她的 去穿人者装 亨利也并不想继续跟父亲争吵 本来以为今天是查理带着亨利去玩 可没想到 他只是带着查理 去找各种律师 他明明可以 把亨利放在妮可那里 可还是让亨利带着大包小包 跟着他去找律师 因为诺拉找了很多律师去谈过 他们都不愿意去做查理的代理人 最后还是在妮可母亲的介绍下 查理找到了一位老律师 来到老律师这里之后 老律师告诉他 尽量不要上庭 最好的选择私下和解 同时 他还建议查理 可以多花时间去陪陪亨利 这样的话 对于他争夺抚养费会更有利 在交谈中查理 也知道自己需要支付一部分妮可的律师费 这也让查理觉得很不爽 临走的时候 他嘱咐查理 需要在洛杉矶找一个住所 如果没有一个正经住所的话 他很难成功 很快 事情有了应对之法 查理还是把亨利送了回去 他根本你不在意亨利的想法 还是把他准备的科学怪人服装 留了妮可 还点评了妮可好久之前 就染的头发并不好看 在临走的时候 妮可委婉地告诉他 希望可以分开过万圣节 因为他朋友 对他不是很满意 他不耐烦地打断了妮可 他对这些并不关心 只想让妮可 赶紧让亨利 穿上科学怪人的衣服 暗示暗点 跟自己参加万圣节 到了万圣节的时候 亨利从自己的南瓜灯里 倒出了很多糖果 他已经很累 可查理还是带着亨利出去了 亨利拗不过强势的查理 跟着他在街上 走了很远的路之后 查理才算罢休 回家的路上 亨利已经累得睡着了 回到家 看着地上寥寥无几的糖果 也是有些心累 亨利洗漱完 想让查理陪自己玩一会 查理也是自顾自地 说自己太累了 当听到亨利说 其实相比纽约 他更喜欢洛杉矶 而妈妈也说过 如果他愿意的话 就可以一直留在洛杉矶 这句话也让查理 有些不淡定了 他直接打电话质问妮可 查理的态度 也是让妮可发泄了出来 他早就看到了查理的电邮 知晓他跟剧场 那个女人睡了的事情 他一直都想跟查理 好好解决问题 可查理却做了 违背原则的事情 挂完电话 为了报复查理 妮可也是用手指 给查理戴了一丁帽子 很快到了第一次调节的时候 两个律师都是很专业的律师 诺拉那边掌握的 都是真实的信息 而老律师掌握的信息 显然很少 几人在中途休息的时候 打算点一个午餐 可查理在看了菜单之后 并不知道点什么 这么多年 他的饮食起居 都是靠妮可照顾的 妮可也看出了他的窘迫 主动为他点了 适合他的午餐 之后他们又根据 为什么查理不愿意来 洛杉矶这件事讨论 查理说 他们协议过 妮可工作完会取回 眼看形势不对 老律师也是提出中场休息 根据目前获得的信息来说 老律师也看出来了 查理很多事情 都说得模棱两可 目前这个状况的话 查理胜诉的几率很低 他劝告查理法官 是不会让孩子离开洛杉矶的 最好是和解 让孩子留在洛杉矶 可查理只想赢 老律师告诉他 无论什么结果 对亨利更好才是真正的赢 他并不支持查理 目前只想赢的想法 对于查理的偏激 他也是是劝告查理 如果照着目前的情况 发展的话 很可能查理的奖金也会保不住 可扎克却依旧认为 妮可那么爱他 肯定不会拿走属于他的奖金 晚上的时候 查理又一次把亨利接了过来 然后把亨利丢在一边 最后把亨利送过去找妮可的时候 妮可看着查理凌乱的头发 有些心软 还是给他剪了头发 当他要离开的时候 亨利已经睡觉了 妮可想着 可以让亨利先在这里睡下 可没想到 查理还是直接把亨利寒醒带走了 第二天到了开庭的时候 查理换了律师 那个一开始 告诉他 要找妮可弱点的律师杰伊 这意味着 今天将是一场恶战 以开庭 杰伊就开始使用 荡妇羞辱的方式 侮辱妮可 他告诉法官 当初的查理 是冉冉升起的戏剧导演 而妮可是靠着脱上衣的方式 在电视机中站稳脚跟 现在能有如今的名气 也是 靠着查理的戏剧 且不说妮可没资格分查理的奖金 甚至妮可应该把自己 这么多年电视剧的收入 分给查理一半 而诺拉也是很给力的 一点点地证明了 查理的才华 是在婚姻期间 与诺拉一起进步的 在被诺拉一对一反驳之后 杰伊开始了第二轮攻势 他开始指责妮可是一个酒鬼 这也是当初妮可告诉查理 自己喝酒的事情 被杰伊哪里攻击妮可 他每一句话 都在查理的授意下 尽可能地去羞辱妮可 还好诺拉是一个很好的律师 在两个人唇枪舌战下 法官出声阻止了他 因为不好判断 两方律师说的话是正确的 法官只好决定 他们会指派一个专业评估员去了解 孩子和他们两个人相处的情况 因为需要亨利参与到这场闹剧中 妮可有些不忍心 他找到了查理想要私下调解 这时的他对查理 他想跟查理谈谈 可查理一副居高临下的状态 他此时对妮可充满着怨气 也无所谓观察员的出现 会让亨利觉得不舒服 只想在这个官司中作为获胜方 两个人也在交谈中 言辞越来越犀利 查理指责妮可 不管他的经济状况 非要去找律师解决 导致他现在花光了自己的奖金 而且他不承认自己答应过 妮可要回到洛杉矶工作 两个人就这样开始做了争吵 他们在一起十年 都对对方的多点清晰明了 于是开始用嘴恶毒的语言攻击对方 查理也是表示 妮可没那么优秀 就像律师说的那样 她就是个靠脱掉上一波出位的女明星 要不是查理的戏剧 她早就烂透了 当妮可问查理 为什么和别的女人睡 而查理也是理直气壮地说 自己并不是找别人 那只是因为妮可不让她碰 她出名的时候刚好年轻 本来青年的导演 可以获得很多女演员的青睐 她本来可以有美女环绕的生活 可就因为妮可想结婚 让她错过了这些快乐 妮可根本没立场 指责她和别人睡觉 查理也渐渐开始失控了 她气势汹汹地指责妮可的鼻子骂她 说完这句话 她也觉得自己说得太过火 只能抱着妮可的腿跟她认错 这可能就是鳄鱼的眼泪 虽然看起来 她好像知道错了一样 但她还是在努力地 想要赢得这场官司 为了应付观察员 她在洛杉矶租了一个房子 还租了很多家具 以此来打造一个温馨的家庭 另一边的诺拉 则开始为妮可准备 接下来即将询问的问题 当妮可承认自己 偶尔会喝酒 大学的时候 也曾碰一下不好的东西 这虽然事实 但诺拉也是警告她 不要这样回答 她告诉妮可 没有人会接受一个有瑕疵的妈妈 在三十年前 好爸爸的概念才成形 只要她是个爸爸 她就可以沉默 自私 不靠谱 可如果作为一个妈妈 拥有这些弱点 那就会被人批判指责 在她们的信仰里 圣母玛利亚是无瑕的 因为她是一个 生下孩子的少女 所以才有资格成为圣母 而身为丈夫的上帝 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 另一边的查理 在布置好家里之后 也是迎来了观察员 他自以为自己表现得很好 可在他的言行举止中 还是透露了他的自私和掌控欲 他不愿意为了亨利来洛杉矶 不在乎亨利还小 经常坐飞机来说 对他并不是好的选择 他只在自己的工作 他不知道亨利的爱好 在观察员询问亨利的时候 他也会强势地打断亨利 并且说出跟亨利相悖的话 同时还强行让亨利认同他 在吃饭的时候 不顾亨利的意愿 执着让他为自己端盘子 吃饭的时候 还强迫亨利 吃他不喜欢吃的东西 甚至在亨利 已经很累不想学习的时候 他还会强迫亨利学习 还会对亨利发火 最总碍于观察员在这里 他只能让亨利回屋休息 在跟观察员聊天的时候 还不小心被小刀划上了胳膊 观察员被查理的精神状况下得不轻 查理还是故作淡定地 用袖子盖住胳膊 观察员再也待不下去了 慌张地逃走了 在观察员走之后 查理才慌忙去处理伤口 很显然今天的事情 让查理输掉了官司 妮可还是有些念旧情地 把抚养全平分了 同时也没有要查理的奖金 而查理也没有理由 要妮可的电视剧报仇 就这样 他们成功离婚了 查理的头发 也只能一个人去理发店去剪了 很快过去了一年 妮可在他擅长地领取 取到了很好的成果 他的作品被提名了艾美奖 但并不是作为演员 而是作为一个新人导演 身边的人也都由衷地为他开心 也有了新的愿意尊重他的伴侣 查理在见到妮可的时候 还是自顾自地 跟他讲述自己的事情 他告诉妮可 自己打算接下洛杉矶的项目 之后也会搬来洛杉矶定居 根本不在乎妮可想不想听 可妮可已经没有了耐心听下去 在等在妮可的时候 查理听到了 亨利在读什么东西 于是他过去看了一眼 才发现 这是当年离婚的时候 妮可写的关于他的优点 这是他才知道 当年的妮可事 有多么的爱他 往事如潮水一般涌来 他有些控制不住自己 直到读到最后一句 我永远不会停止爱他 即使一切都没有了意义 而这句话 也给他们的感情画上了句号 全片完 这部剧是上映于2019年 由斯嘉丽 约翰逊和亚当 德莱福主演的婚姻故事 这是唯一一部 在第一次看完之后 我又慢速看了一遍的电影 妮可作为靠着一托成名的明星 遇见了还是刚刚步入社会的查理 为了爱情 他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在婚姻中 他处处照顾查理 处处迁就他 可慢慢地 他们两个从一开始地平衡天秤 随着妮可的付出 和查理的成功 天秤开始慢慢向着查理 直到最后 在这段婚姻中妮可 看不到自己的影子 查理也逐渐地看不起妮可 所以他会告诉律师 妮可的成功不光彩 甚至会在两人争吵的时候 指责因为妮可想要结婚 阻挡了她可以去体验不同女人的生活 在他看来 他的成功和妮可没有关系 即使一开始 他穷困聊到 靠着妮可的名气 才有了第一次的话剧 即使妮可放弃了自己的演戏生涯 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去跟随她 即使妮可付出了一切 查理都是看不到的 在他们躺在一起 查理为孩子读书的时候 妮可却在一旁慢慢流泪 直到孩子睡着 查理都不曾发觉 在查理的眼前 妮可逐渐变得像隐形人一样 与妮可处境相同的 还有他们的儿子亨利 在查理强势自私的影响下 妮可和亨利 就像提线木偶一样 被他操纵 一切都要为他而辅助 而妮可并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所以 她才选择离婚 可在面对妮可一次次 给予她沟通的机会时 查理都是选择无事 并且一味地责怪 妮可给自己找麻烦 甚至还用最恶毒的语言 想让她去死 最终还像一条狗一样 抱着妮可 流着自己鳄鱼的眼泪 她不在乎妮可 不在乎亨利 她只想在比赛中取得胜利 无所谓这样的代价是什么 只要让她赢 她就会付出一切 可最终 让她输掉的 也是她自以为是的态度 爱情不是婚姻的坟墓 是自私者的坟墓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电影 记得点赞订阅收藏哦 我们下期再见